地山河令中一争一邪的五湖盟盟主高崇侯 黑子再度出演了离歌行李 爱政分明的鲁国公圣肖静 黑子曾经无数人少年时的噩梦 他是娘道中豪爽狭义的军官高柴火舵子 打狗棍中阴狠毒辣却重情重义的纳图鲁 但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西游记后传中 一身黑衣 无法无天的无天佛祖 如果你以为这么容易逃脱 那是你太低估我了 苏莱 我回来 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送你走的 在剧中 黑子试验的五天 原是佛界的护法菩萨金纳罗 他传教时 用英国循环度化小托阿溜 用性命让恶霸阿刀直面内心 一把够不够 不够 再来一把 用真情真心感化妓女阿修 可他所信仰的佛祖 却因为阿修舍身救了他 说他和阿修暗生情愫 以六根不敬为名 将他逐出灵山 一边是坦坦荡荡的风尘女子 一边是虚伪至极的灵山佛祖 黑子对他的信仰开始迷茫 他的三观逐渐崩塌 在那之后 舍己度人的护法菩萨金纳罗死了 一身黑衣 只手遮天的五天活了 他的一身象征着恶的黑衣之下 却藏着一腔理想 他开始驱逐虚伪至极的漫天神佛 他要重新定制三界的规则 黑子用他的内心勾勒出 一个有血有肉的五天 多年以后 当我们再回头看五天时 他真的只是一个魔吗 2000年 《西游记后传播出》时 黑子才29岁 这个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是怎么塑造出五天如此深 都不是黑子 随时可以护士兵的 画面 有所部分的 有一批试 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做的事我都去做 成败 令当别论 2011年黑子饰演郭静宇指导的电视剧《红娘子》中的黑木娇 因为演技扎实得到郭静宇的赏识 郭静宇对黑子说 下一部戏要给他专门写一个角色 这部电视剧就是《打狗棍》 在《打狗棍》剧本还没开写之前 郭静宇就给黑子发了一个十二万字的故事梗概 黑子看完梗概后和郭静宇开起了玩笑 郭导 咱俩挺熟的 这戴天里的词写得也不像我说的呀 拿过来说 郭导 咱俩挺熟悉的 这戴天里的词写得也不像我说的呀 但是 黑子在开拍的第一场戏就掉了链子 黑子饰演的反一号和威子饰演的正一号打第一场戏时 黑子就紧张的忘词 拍完之后 威子就给导演打电话 说这演员是谁啊 说要把黑子给换掉 后来 威子在郭静宇的沟通下才知道 黑子是因为太紧张导致忘词 威子为这时 还专门请黑子喝的两顿酒 请他喝两顿酒 然后我们就缓 就是消除了看那种紧张 紧张过后的黑子找回了状态 也找到了这个角色的塑造点 不管是人物性格还是角色形象上 最终黑子演得唯妙唯笑 这才有了后来的经典角色 纳图鲁 天堂有路地不走 地区我们的自来导 接打狗棍之后 黑子和郭静宇又合作了 《勇敢的心》 《娘道》等电视剧 成了名副其实的 御用演员 近期 黑子又在山河令 黎歌行等剧中 饰演多个配角 如今的黑子 已过天命之年 也在演艺圈 摸帕滚打将近三十载 从农村娃到知名演员的 逆袭成长时 离不开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张芙蓉 黑子和张芙蓉 已经携手幸福 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这个自微墨中崛起的男人 在圈中也从未传过任何绯闻 黑子年少时 不顾家庭的经济状况 硬要上艺术学院 这件事虽然是黑子 以后崛起的起点 但她也因此付出了 沉痛的代价 那你妈也太年轻了 怎么那么早就走啊 累的 就累的 累的 就农村的 我不在家 家里也没男孩 那地很多 下大雨去收庄家 跟我爸一起收拾 收拾收拾累的 就生生的累死了 在这些苦难的不断打磨下 黑子坚韧的性格 也促成了她以后的成功 戏里的黑子 不断地为艺术塑造角色 戏外的黑子 也在努力扮演好 现实的人生角色 如今 她不仅和妻子相濡以沫 和姐姐们也是感情很好 既能靠拍戏养家糊口 又能将艺术角色塑造成经典 这样的人 值得敬佩